马自达确实是好车 但是不能买呀 同级日系车里边优惠最少 虽然他坚持用自然吸气加1t 别有行 但是面对价格的问题 今年打算干马自达宝贝们 还是沉淀沉淀吧 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推荐让你们干马自达 毕竟那时候日系车基本上优惠行情大差不差 但是现在不同了 行情天都塌了 在董特医降下排行榜上你能看到 23款的荣放都在清扣车 全款5万8到6万的优惠 包括本田3rv都有个4万起步的优惠 那cx50优惠2万来块钱 他把你当人了吗 买完车也别看降价排行榜 我怕你记得杀月不来事 血压给你干爆炸 到下如果10到15万想买sv的宝贝们 严谨就23款的荣放吧 跟20款真的没什么区别 优惠还大 就这玩儿开个5年10年 起码你卖的时候他不是废铁 你看看现在二手日系的保值率 虽然现在行情崩了 但是丰庭的保值率依然在同级别里边 摇头晃脑 本田3rv也别整 如果你想买安克赛拉的 你就研究研究雷零 1.8混动的雷零 4万8到5万的优惠是有的 还有马自达cx-5 干他不如干起压四波拖鞋跟现代图上r 基本上落地价大差不差 还有什么问题打在评论区 我看到之后给你回答的明明白白 作为车圈颜值播主 觉得我帅评论区口不算